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巴西也是一个注重信仰的国度 巴西的利亚大教堂 中国人说外形很像观音娘娘坐着的那个棉花 利亚教堂是一个双曲面建筑 一共有16根混凝土柱 每根混凝土柱都有90吨 而教堂的穹底则是透明的玻璃 外形够特别了 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 说这个教堂是静在地面以下 教堂内直径有70米 远远看去 小眼觉得更像洋葱而不像棉花 据说这是参照皇冠设计的 你觉得像吗 但是有些人说它也像印第安人所住的茅屋 因为这个独特的教堂外表 让我们一改以往一三教堂的印象 省得教堂也可以有这么时尚的外表 然而 这里也成了巴西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每逢举办一些节庆 或者有国家元首访问 都会去到教堂里参观 对于这个像棉花的教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呢 好了 这期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一定关注我们了